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Circle圈子这个节目 很高兴和大家第一次见面 我是来自女世界的主持人 也是这个节目的制片 我叫Sofia 那我们在这个节目里呢 还有另外两位常驻的主持人 他们分别是来自咨询行业的Frank先生 和来自时尚行业的Coco小姐 那么请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Frank 我现在在加拿大最大的电讯公司Rogers 做企业战略经理 多年的这个战略咨询经验呢 让我学会了需要通过事情的表面 来看到本质 那我也希望能够在这个Circle节目里 能够带领大家深入新闻头条 大家好 我是Coco 目前是一个自由摄影师 平时呢 就是主要是给客户进行一些拍照 就是做一个美的发现 然后更多的是一个 时尚行业相关的内容 感谢两位 我们今天的第一期节目呢 是有关于乘风拖浪的姐姐 最近这个话题 其实是特别特别的火 以前在我们的电视节目当中 尤其是在黄金时间段 你很难在这个时间段 看到一些成熟的女艺人 那现在这个阶段呢 你能在黄金的时间段能看到 30位30家的女艺人 占领这个黄金时间段 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那么以前呢 大家都觉得 我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很害怕去成为前浪 但是现在随着这个综艺节目的这个变化 尤其是今年就IP就大爆 那我们今天就来谈谈我们的主题 前浪 其实一开始当我看到这个新闻 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其实一开始在想 这个节目它的出发点到底是什么 它是为了选一个女团 那我想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把30作为一个门槛 那其实我其实一直开始一直都非常的好奇 就是说这个节目的出发点是什么 那看了这个第一期的节目 有些评委或者有些打分的时候 还在拿对20岁的这种女团 年轻生的标准 来去给这些个偶像打分 在选歌的时候 可能对于这个 可能他们30岁以上的这些个人 还是需要他们跳唱跳的这种要求 还有一点我发现了 就是说在这个打分的时候 因为现场观众投票嘛 那最后通过投票 来到他们投票 他根据这个人气排名 后面的几位他就会被淘汰掉了 那其实这个时候如果说观察了 像现在已经播出了这个两次公演了 然后包括可能相信第三次公演 可能也会有几个这个明星 他们因为人气比较高 所以无论他们的这个组的表现是怎么样子的 他们其实永远都会在排行榜的前面 他们不会被淘汰掉 那其实我其实非常的好奇 就是说这个节目接下来的走向是什么 以及说这个节目 它在这个最后会不会 能够在这个选举上 在这个打分的这个标准上 能够跟其他的这种选秀节目 有些不同 我不知道你的意见是什么 其实这个涉及到了一个话题 就是我们说的娱乐行业 我之前看很多的社会新闻 就是说娱乐行业的女艺人有一个困境 那就是说她们的年龄 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 她们可能再收不到一些 就是成熟女性的剧本 她们会直接就跳跃到 比较年长的女性的剧本 所以我们今天也请来了可可小姐 就请可可小姐谈一下这个 娱乐行业的女艺人的一个困境吧 虽然我也不是人在娱乐行业里面 但是就是想 大意了 我得补充一下 我们的可可小姐之前是去过纽约时装周的 虽然说她自己谦虚的 自己说是半只脚踏入进去 但是肯定要跟我们两个门外汉的比要是 就跟Frank老师比 可能还是算是娱乐行业里面 算算算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像刚才你也说了 Sofia也说了说这个 女艺人可能到了四岁的 比如说杨晨之前就说 我是刚好到了一个 对到刚好到了一个成熟的年纪 我到了一个女艺人最成熟的时候 但是我没有本子 要不然比如说之前大S之前就是收到剧本 就说什么我都是 这个让我去演别人的妈妈 就是从一个少女直接跳跨就去演妈妈 就是更过分就是传说 说是让她去演王大陆的妈妈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这一点 但是大S自己是接受不了的 所以她现在能看到的状态就是说在综艺上面 然后就是跟老公上综艺这样子没有别的了 你就可以想一想 你包括之前演员的诞生也是 就有很大一批不是那么年轻的女演员 在上面去表演 然后去诉说自己的困境 很大一部分是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国产的 这个影视剧的这个情况 很大部分的这个剧的受众 可能都是比较年轻化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对于女演员来说 或者女艺人来说 包括歌手 他们就发挥的空间 他们的这个舞台就非常的小 而且就是好的这个舞台更是少之又少 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成功破浪的姐姐这个节目 是给这些女艺人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舞台来展示自己 就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这个群体 就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 舞台台就也是小道消息啊 就对不起我这边很多小道消息 小道消息 旁边的小道消息 没有就是舞台是这边就是说 当时提案这个成功破浪的姐姐的这个人 奖励了50万现金 就是因为这个节目 我觉得大家也能看 如果看这节目就会发现 这个节目可能广告比节目内容还要多 一件好事就是让整个内衣市场看到是说 原来在这一部分女艺人身上还有这么多吸金点 但是对于这一部分人来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绝对是利大于弊的一件事 虽然被消费 但是起码他们是有自己的舞台 有自己的空间去展现自己 谢谢可可小姐 我也是之前小小的做了一下这个research 芒果台在背后的这个传媒公司 他们在2018年进行了一个资产的重组 然后他们现在股价已经暴涨 我们说到这个话题呢 讨论到前浪 刚刚coco小姐也说了 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节目围绕着 围绕着她甚至给这个提出 节目proposal这个人奖励了50万 那我们就谈论一下前浪吧 就是这个消费趋势的变化 我想请我们的咨询师Frank先生 来谈一下 就是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对市场上 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可能更多的观众 可能更多的像我一样都是职场的 那职场上的话 可能现在越来越多 我听到一个数据就是35 我们就会有这个年龄 就会作为一个标杆 就会说OK 你到这个年龄 你就需要做这个事情 到这个年龄 你就需要做这个事情 那在我之前的行业是咨询嘛 那其实咨询 它算是一个这个比较 它应该是比较就是暗表操课 这样的一个行业 它是这个金字塔结构嘛 多数的资金公司都是金字塔结构 所以说它可能每一个人都会往上升往上升往上升 慢慢的成为了一个潜浪 有些人会甚至说35岁之前你一定要找一个好的工作 你一定要定位好 就是这样让你后半生一直都这样子就是无忧无欲的过下去 有意思的一个社会的现象 那所以说其实当然有一些人在这个职场下的话 它可能有了很多的经验 有了自己的人脉之后 它会选择去创业 那但是其实创业是少数 创业中成功的又是少数 少之又少 所以说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年龄的这样的一个潜浪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不仅仅是在这个娱乐圈 在职场上现在这个现象 其实也是越来越明显了 对就关于这个的话 我可能多想就是特别提一下说女性这个方面 尤其是35岁 就大家本身就是现在在讨论的一个社会热点 就是女性男性同工同酬 包括就是对女性的这些限制啊什么的 因为我知道国内很多公司可能一上来就会先问你 什么你是不是有对象 是不是准备结婚 你结婚了 OK那你准备什么时候生孩子 就是很多公司在考虑的时候 是我要栽培你 我要付出这么多成本 我去让你成为了这样的一个优秀的人 结果你突然就去生孩子了 那我这个位置就有一年的一个 起码一年的一个空缺 也不是一年 就我起码有一段时间的空缺 所以就在这种情况前提一下 很多女性是说 我不敢生孩子 或者是我不敢结婚 我不敢找对象 就不是说真正的 就是我可能因为找不到对象 而不找对象 是我真的不敢 因为我可能离开这个位置 我回来就不是这样了 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钱了 我们今天也请来了嘉宾 对我们今天第一期的节目嘉宾是 KC羽毛球俱乐部的曾阳 和曾阳女士的先生 我们现在这个 KC羽毛球俱乐部呢 已经发展到加拿大可以说是排名第一的羽毛球俱乐部 他们给加拿大培养出来了很多优秀的运动员 曾阳女士的先生 我们叫曹教练 也可以叫他的一个名字凯文 曾经是两届试青赛的冠军 是现在KC羽毛球俱乐部的主教练 KC羽毛球俱乐部是在2011年成立的 到现在时间也算是蛮长的 他们也取得了很多的成就 所以说也可以说她是经历过乘风破浪 也可以说她是正在乘风破浪的一个姐姐 等会儿呢 我们其实也请来了曾阳女士的先生 对不对 可能等会儿要做一个小游戏 大家今天准备好了吗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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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这游戏 我完全不知道 下面有请我们第一期嘉宾 KC羽毛球俱乐部的创始人 曾阳女士 欢迎 非常荣幸我们今天的Circle圈的这个节目 请来了我们的第一期嘉宾 你的曾阳女士来到现场 Bling Bling 谢谢大家 我叫曾阳 我是加拿大最大的影毛球专业圈领中心 KC达曼整的方格尹 我们今天谈论的是乘风破浪的姐姐 所以我们的这个曾阳女士 请问你又在看 我们乘风破浪姐姐这个节目吗 我为了她买了芒果TV的全年的 你的曼谷 我也是他们几十个亿的生长的一份 你最喜欢谁呢 我最喜欢的应该是林静 你看我今天的妆容 头发应该都是林静的style吧 你是哪里人 我是胡代人 所以说是我们自己本家的节目 电视将军现在还是 这个口号还是很强 就大家看到的 不管是浙江味 也是爱奇艺的还有鹅厂的他们的那些后面的导演团队 其实很多都是我们来出去的 因为我自己很多学弟学长他们都是在这个行业里 那曾阳成功瘦身了 截止到今天我是战斤的 我从去年11月份开始 半年 半年吧 半年的时间 通过什么方式呢 其实主要还是运动健身和节食 就是不是在节食 就是要合理的去 三十结构 对对 那你会感到饿吗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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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早上吃多一点 然后你早上吃饱 然后中午呢吃好 而晚上呢 我一般现在就是八小吃完 我五点钟就把晚饭吃完 吃完之后呢 你肯定七八年就饿了 但是有个好处 我跟你讲 非常好 你逼自己睡觉啊 逼自己睡觉啊 睡觉就很饿了 然后就早睡早起 你的皮肤就好了 全部都是娘性喜欢的 姐姐们能就是非常很好的 管理自己的身材 管理自己的形象 都是跟自律师分不开的 再问一个问题 我们说你是这个 KC羽毛球俱乐部的 创始人之一 对不对 所以你以前也是做 这个羽毛球行业的吗 没有 其实我是 属于跟你们还算 半个同行 我是博文大学 电视传媒 但我没读完 我又出来读上课 我是以这个读的 然后出来之后 就是完全的上课 然后我做这个呢 就是because of love 就是因为我先生 因为我先生是 两届的世界 青年锦标赛的冠军 然后也算是世青赛的冠军 是代表生活外队 然后呢 他那时候乃加大的时候呢 就觉得这边的训练 就不够技巧化 就全部都是用能力 他就觉得这边就出不了头 然后他就特别想做自己的一番 训练的一套系统 他毕竟是太专业的 就是今次啊 顶尖尖的那个专业人士 他们就是比较小白这个方面 然后那时候呢 我在一个公司 我在一个公司做Market Manage 但是他说 那你就出来帮我吧 然后我就 because of love 然后我就下来帮他了 然后就是从前台小妹 逆袭到今天的CEO 所以说每个CEO 都是从前台小妹开始的 大家加油了 大家加油 对 本来我想的 您的先生可能是想的 以挖掘人才的角度 哈 结果最后通过长时间的相处 就是干脆就举进门算了 哈哈哈哈 大纪人才 大纪人才 没有错 所以当时是一无反顾的 就是决定了要和您的先生 because of love 去来做这个事业吗 对 就是就是因为我是白羊做嘛 就是比较冲动型的 就是在年轻的时候 然后就是决定 就是要做就把它做到最好 不然你不做 我其实像健身讲的也一样的 做事业也是一样的 你把事情定到目标 你一定要把它做好 不然的话你就 根本就 not even talking about this 就这样子 就是一个attitude 就是态度 其实这个在很多职场的人士 他其实最后想加入 创自己创业也好 或者是跟合伙创业也好 其实他 更多来讲的话 他很多时候都是心里有这样一个坎 就是说我到底要不要去做 因为可能你要 抛弃很多你的工作的稳定性 当时这个心里的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 我白羊做现在 就是我是想都没想就加入 但加入之后呢 我就纠结了 然后呢我就非常 就是有创业期的desperate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 我创业的时候最胖的不是决 就是别人都是笑话吃胖 看不太劲 等于说就是非常stressful 就是why why i'm here why i'm doing this not for myself 然后就是其实还是挺 挺 就是挺不容易的 我觉得所有的创业的人 都会有这个过程 就是特别纠结 特别痛苦 但是呢 所有东西都是痛苦之后 就是最好的 就是到屋底 往上走 都是做特别好的 所以说我觉得 以我现在过来人来说的话 对于创业的人的一句话就是 你要是看到你痛苦里面 你要高兴 因为你马上快乐的一面 马上就要来了 你痛苦就代表你付出了 对吧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很值得 我看coco一直在这个地方点头 coco现在是属于 就是有自己的business吧 我觉得可能也会有一些感同 深受的点 我也是刚好就是在一个 就是要创业还是不创业的 这么一个一个纠结的阶段 孙杨说的这些话 就是给我挺多触动的 对 偷了你的heart就好了 你觉得差不多了 就是天平往那边倒了 你跳下去就可以了 没什么对错的 左右都是走嘛 这个性格非常的宁静 这个性格很宁静 对啊 你纠结完了 你纠结完四五年 你就不穿业 你这辈子就过了呀 你反正就觉得 哎 差不多了 你就跳下去就好了 我在体育竞技行业里的前浪里 尤其是说在咱们这个羽毛球的 这个非常具体的方向里 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其实十年前我肯定是外行 然后因为我在羽毛球业里面 就是竞技里面 待了十年 不说是内行嘛 因为我也不是教练 但我应该算是 就是特别理解他们专业人士的 羽毛球呢 是非常开心的 因为羽毛球在中国呢 是第一大球 就跟平方球一样 很多 因为很多公司啊 领导啊 包括他们退下来之后 很多学校啊 都会愿意要羽毛球的名言 首先呢 可以帮他们打比赛 因为国内的比赛 特别多什么 清华大学比赛啊 而且这个局的比赛 那个局的比赛 所以他们的一般都会谋 就是国家队的 我们的谋职是没有问题 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他们就会回到 自己的省队市队 然后呢 他们也会回到 就是回到 比如说大学 北师大呀 北京大学啊 或是青霸大学啊 就是我说是好的 或是也有我们的 湖南大学啊 地方大学啊 地方大学 或是香腾大学啊 City大学 去做体育老师 然后从整个来说 前浪还不错 反而羽毛球 现在的后浪 因为太有优秀机机 分析了 不像十年前 所以说 我觉得 就反而很nappy 他们这个行业的前浪 还真是不错 咱们刚才聊了这个 体育竞技行业里面的前浪 然后我们也请增扬 讲了一下这个 关于羽毛球行业里的 前浪的一些很多的情况 但我对江赖的情况 不是很熟悉 但是咱们今天有咨询师 在这个现场 对 所以我们有任何的问题 不是可以问 我们的咨询师的 其实在这个 其实在北美来讲的话 职业运动 它其实有几个球类的 职业运动 是已经是比较发达的了 这样一个数据啊 就是说这个美国的这个职业 橄榄球俱乐部的队员 他的平均职业寿命只有6年 6年之后 他可能就退役了 那退役之后 这些人干嘛呢 有48%的人 他都在这个自己创业 或者说是做这个金融啊 房地产三贯的行业 真正进入到这个职业运动 继续做运动 继续 不管是教教教研也好啊 或者是怎么样的 或者在俱乐部里面 就是这种人也好 他只有17% 我会发现就是说 在北美来讲的话 我觉得就是说 他可能在这个大环境里面的话 他运动员来讲 他退役之后 他的这个方向发展 会更加越来越diversify 这边是这样 就是体育界 政界 就是娱乐圈 就这些人 其实他们 打体育的这些人 其实是一个 他们算是叫celebrities 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到最后 你比如说那些什么 Beverly Hill Housewife那些人 很多人是嫁给体育明星 他们是叫体育明星 就是他们是个人IP化 这样的一种运作模式 他的空间会更多 而且就像 那个曾耀姐刚才说的 说国内很多这个 国企喜欢找这个羽毛球背景的 也可以去打比赛 或者什么之类的 这边也是 就是他们会觉得 正界的人会觉得 我认识一个体育明星 或者是有一个体育明星 替我站台 我就可以给我拉票 如果是我们加拿大的话 比较优秀的 我知道是那个老李爱 老李爱大学的这个球队 他们就是非常的优秀的一个球队 对像Cology来说的话 Hammer College 就是所有的athlet 最喜欢去选的一个 因为他们给的program非常好 对 还是不错的 那这些个直接运动员 他在这边退役之后的话 他会有他的agency 帮他去做一些个 他接下来的转型吗 还是说 目前没有 但是呢 我应该会做 对 曾耀女士应该都会做这个agency 对 然后我现在就是想了一点 因为我去年也去美国最大的那个 就是尼纳在的那个agency 叫IMG 他也是个high school academic 然后我去就是考察了一下 学习了一下 他那些什么 因为网球的很多大开 设计 对对对 他就收他的commission agency 而且现在的话 就是你要看中国的娱乐的话 除了成功碰到的姐姐 其实我觉得就是像运动 就是像运动 有点运动体能的人 他们出来做的娱乐节目 也越来越受欢迎的 大家看到是正面的能量 然后正能量的东西 这样也能让行业变得更加多元化一些 对 我觉得未来的我们年 其实大家会看见 在娱乐节目上面会跟美国很像 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就是运动 以体育明星个人fc来进行运营的一些 对 会出来的 所以以后呢 这个话题特别深 我们以后可以在更多期的节目 我们再继续深聊 那咱们现在大部分的时间就到这里就为止 我们今天很荣幸 一直跟曾阳的女士聊了这么久 我们曾阳女士的先生 凯文 曹教律 你到这里 所以我们等会就进入到我们的游戏阶段 好吗 好的 很好 谢谢曾阳女士今天要到来 谢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好开心 谢谢大家 谢谢 请那个 待会就先练一下 咱们的 我在那个自己在Tot里面 有一个小鸣舞蹈 嗯 好 请就是这样 大家先伸着手 好 刚刚学了一下啊 现在看看大家的这个学习成绩啊 好 开始吧音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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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 我看到五角练了 五角练 五角练 下面下一段 下一段舞蹈 前面还不错 大家 就是一个八拍 就是那个 第二个示范的时候 就是 我告诉姐妹一直戴的墨镜吗 对啊 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 然后这个是脚的动作 然后手上配合起来的话就是 就是 我真的也是 这个是她的一个脚 现在是是往后 这个 这个 还是比较棒 还是比较棒 对啊 甲姐王快跳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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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管我们之前跳怎么样 最重要的是我们最后来这一 一下对不对 好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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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 1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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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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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